我寫過這樣 看看大家 不好意思 我可能漏了一個 忘了忘了 三十一號我寫的 三十一號 英國這個 兩堂都是這個 原本是想寫好這幾個字 看看 《花紙》的遞書的寫法 通常是加草花帝華精就是這樣寫的 你的 意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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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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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一回再过 回一回 整个字的形态很漂亮 写的时候比较平均 虽然粗油变化很大 但是它还没至于 抹来抹去整个隔壁 是均秤的 准备了 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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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撕少許應該是水直的 所以它都是中心的 它是中心的 不要看旁邊 重輕、粗油 看清楚一點 但它會變重 再做鵝 再做鵝 一看 鵝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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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 軟一點 抹開一點 判断的滑滑也很准确 判断的滑滑也很准确 冬菅 判断的滑滑也很准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应该细节的地方细节少许 不要太防 太快 这样的方便 你可以先摘下来 或者写了两下都可以 有同学问过我 你的景名和风字 风景 你是不是一定要这么重 不一定的 譬如我现在再夸张一点 这样子 是可以的 或者你喜欢这样子 是吗 风景 OK 这样子 相反来说 这个比较重 可以吗 可以吗 你自己喜欢的 有些人喜欢短头发的女生 有些人喜欢长头发的女生 有些人一生都喜欢长头发的女生 我这些 OK 不知为什么 我不是得罪各位短头发的美女 不 有什么这样子 就应该是短头发的 我老婆也说 不知为什么现在留不到长头发 我说为什么 你不会明白的 女人的东西 总之我老婆现在四字头 她说 总之那个年纪 不觉得长头发对 总之就是短了 我就立刻跟她说 我喜欢长头发 没什么特别的意思 OK 这些时候 你看到 有的又可以 但是这个统一 不要撞 粗了 我这个也粗了 这样就不行了 就很快了 所以有些时候 其实是看这个手势 漂亮不漂亮 行书也是一样的 气质 这个墙挺漂亮的 气质 很漂亮 我可以这样的 这个重一点 可以的 谁说不行 你整个看的 为什么没有断 断了就不好 断气 不太老理 所以最好就是气质成 不太好看 Anyway 这个对联是好看的 这个帝书 我自己个人的喜好 就是说话多的字 是好看的 帝书来说 它可以有一种很密集 但是又很和谐的感觉 是一个图案 这些负质的那些 那些那些 我不是那么喜欢 虽然那些都挺帮的 但是 帝书有横画是好看一点 我自己觉得 有美感一点 结构完整一点 还有容易摆一点 你每一日之间 摆得平衡一点就可以了 但是你这些 拿中间点都拿不到 真麻烦 就是这样的意思 今天可以大家 回来试一下 我的建议就是 我也很开心的 可以尊敬这些 供奉这里 尊敬这些 整个都是红纸 是吧 就很好看的 OK 眼光也挺刺激的 我每年这个时候 都看到红的东西 都很刺激的 眼光 幸好我没有那些 阳调 例如说 颠间 touch 如果不是 看得多些 真的会 偶白浦 我昨天只改这些 我昨天有六班 每班十六个人平均 我改了九十几 这些东西 你想想 如果每次 我改了二百条 这些红色的东西 多厉害 是吧 所以 都挺刺激的 挺开心的 各有各种不同的款 但是你本身肯定写在这些上面 本身已经有进步了 是吧 但是我还是看到 这些白色的东西 为什么呢 是吧 那些本色的写 哦 是这样 是这样 有没有出风 不用 不要 有稿的了 谢谢大家